今天是峽海城隍的半辰 政府呢也正在提倡要節約拜拜 那麼里長您認為應該怎麼樣做 裁判是節約 希望各位林鄭不檢測 不張也不浪費 那慶神這是一種我們 人的一種安慰 那我希望各位呢 您能夠以鮮花、水果來加密 您要以加肉 因為這個在結業的原則下 算起來也是很浪費 我們能夠把這個算起來 結業的金錢 也可以捐贈金錢公平 也可以做我們自己的教育基金 那在衛生方面來講呢 啊現在夏天 新月的市場 蒼蠅 不慶祝 傳族的時候 假如我們 政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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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倡 拜拜要結約呢 已經有很多年了 那麼您認為我們目前的情形呢 是不是已經夠節約 那麼您希望社會各界的人士呢 應該怎麼樣來配合 來做這個節約拜拜 謝謝給我這個機會 對 對 關於這個五頁市上這個報道問 好 林立長 去林政府小組 拿了勸道 同時呢 這個永樂國小 海賓國小 用導會的時間呢 就講這個節約的問題 那麼回來呢 都給我們講過了 這一點呢 我們 當林立長會談的 還能親悔 那麼按照這個拜拜啊 今天到目前的時間 還真的很多 不過 我的見解呢 最好 是由商界來發動 來配合政府 在推行 我看來的效果 好 像武商工人來說 今年 他連一年都不停課 發共識 甚至於工修一天 今年呢 還有這個 市民比賽 總統活動 這樣子呢 很好 那很謝謝您接同的 星小星 在